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Cat 美國頂級國際關係專家表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動確實被了習近平和北京的領導層 帶來一個非同尋常的兩難局面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 艾什民主治理和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Anthony Sage托尼蔡奇 日前接受網站SubChina採訪時說 習近平在《中俄聯合聲明》中將普京當作小弟 多少都使得普京有點不開心 也是因為習近平已經與普京的關係畫得太深 所以中方現在只能做的就是留給自己一些轉彎的餘地 蔡奇負責中方官員在哈佛的培訓項目 對中國政治和國際政策都非常熟悉 至於習近平是不是提前就知道俄羅斯入侵的計劃呢? 紐約時報在3月2日引述美國及歐洲官員的消息說 一份西方情報報告中顯示 中共高官在2月初告訴俄羅斯同行 不要在北京東奧會結束前入侵烏克蘭 報導說 中俄官員之間的情報交流是保密的 這些消息是由一個西方情報機構收集 官員查閱後認為可信 美國和盟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在討論普京 什麼時候可能攻擊烏克蘭的時候 曾經傳閱過這些消息 北京在2月4日至2月20日舉行了北京冬季俄運會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月4日 在奧運會開幕禮前 與中共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面 雙方當時發表了一份5,000字的《罕見聯合聲明》 聲稱雙方關係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關係模式 聲稱兩國友好沒有自警、合作沒有禁區 2月24日俄羅斯軍隊就開始全面入侵烏克蘭 報導認為 在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 中共高官對俄羅斯的戰爭計劃或意圖 必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蔡奇表示 至於習近平是否提前知道俄羅斯入侵的計劃 外界永遠不會知道答案 又鑑於中共系統缺乏透明度 很多人總會懷疑習近平知道的遠比公開披露的多 在被問到中國共產黨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什麼想法 習近平究竟在想什麼? 蔡奇回答說 中共至今仍然不願意承認這次是入侵 但大多數人都認為 俄羅斯的行動確實給了習近平和北京的領導層 帶來一個非同尋常的兩難局面 蔡奇表示 2月4日發表的中俄聯合聲明很有意思 也部分挑明了習近平現在的困境 蔡奇說 在奧運會前後一切都很好 中共有了新的好朋友普京 還說他們的關係沒有止境 後來普京回家後 就開始以殘酷的方式入侵烏克蘭 蔡奇繼續說 很明顯這個聲明是中方寫的 俄羅斯是這個關係中的小弟 這樣肯定是令到普京有點老火 聲明雖然有明確地提到台灣 但它沒有明確地提到烏克蘭 它只是有說到擁有足夠安全空間的問題 因此這已經表明了在試圖穿一根不可能的針的時候 中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心理 蔡奇認為 在烏克蘭的問題上 中共仍面臨三個核心的擔憂 首先北京聲稱不干涉他國內政 第二北京還聲稱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實際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動 已經觸動了這兩個擔憂 第三個擔憂就是 鑑於中共在二十大上 習近平希望獲得第三個連任 自然希望在今年年內 國內外局勢都能夠完全穩定 現在俄烏戰爭造成所有國際環境惡化 這個可能是習最不希望見到的 蔡奇說 我認為這三個擔憂還在的話 中俄未來是真正嚴肅型的深層關係 也或可能只是交易型的關係 還有待觀察 交易型關係是指 對一個國家來說 只要國家利益上一致 他們就會保持這種關係 但當他們不那麼有利時 就可能會分開了 蔡奇表示 就中共外交部對俄烏戰爭的表態 有一些跡象表明外交部或事先並不知情 他們只是一群很容易改來改去的外交官 所以在入侵發生後 他們苦於找不到話題的要點 蔡奇認為 習近平已經將他和普京的關係畫得很深 在某種程度上 外交部現在所做的 是試圖給北京一個轉彎的餘地或空間 特別是如果事情是繼續那麼差地發展下去 蔡奇表示 總而言之 外交部的回應基本上都是跟著俄方的說法 吐露是固定的 都是西方的錯 北約向東不當地擴張 美國在背後推動 損害俄羅斯的安全主張 俄羅斯有理由期望一個安全的空間 中共外交部已經淪為基本上接受俄方的說法 談論的立場可以被視為代表俄羅斯說話 蔡奇說 雖然北京正在嘗試呼籲 以談判來解決俄烏戰爭 並且仍然與烏克蘭俄羅斯保持接觸 但很多層面上的進展 看起來也不太順利 烏克蘭問題向北京顯示了 如果對台灣進行軍事入侵會遭遇到多大的麻煩 蔡奇分析這次烏克蘭陸地入侵應該比兩棲入侵更容易 如果我在北京我會對西方國家聯合起來的制裁感到震驚 特別現在的SWIPPS行動 我認為這樣將會對中國產生心願的影響 因為SWIPPS已經深度融入全球金融體系 這絕對是令人非常關注的 蔡奇表示 或者北京現在希望資產多樣化 平且試圖令更多人使用流通人民幣 希望藉此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但北京也一定會想 自己會不會成為制裁下的犧牲品呢? 在被問到對俄羅斯的制裁 將會對中國的經濟造成怎樣的影響 蔡奇回答說 沒有人能知道 但預計不會是重大的影響 雖然歐美對俄羅斯的制裁具有象徵意義 但對中共計算如何處理類似相關的問題 卻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林彥編譯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 其實同時的《紳士國聽先生》 請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 terme《紳士國聽》 請為你的《紳士國聽新聞》 請多多嗅 看連結線